來來來來來 喔第一名 來來來 時任立法委員羅智正與158年歷史的板橋四變頭廣後宮 共同舉辦第一屆寫生比賽 從小學到社會人士通通都可以報名 時任廣後宮總幹事林建光表示 從早上9點開始座號到中午12點 接著要從兩百多張作品中選出前三名語加作 並在下午兩點頒獎 我們的社會組 還有我們的國小第一年級組 還有一個國小高年級組 所以我們今天有分三個組別 我們把名次都評審出來了 而且我們這次有聘請到我們台一大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的那個老師來評審 所以說應該是公平公正公開 每一張畫作都是民眾努力一個早上的成果 將現場狀況用畫筆如實記錄下來 技巧高超微妙微俏 這一張就是社會組的第一名 國小低年級與高年級組也展現出超齡的繪畫天分 讓評審與立委羅智政都相當驚豔 感覺真的很棒 這個畫得那麼漂亮 那也證明說這次的活動 也利用這個機會 來挖出我們社區裡面的臥虎長龍 讓各種各式樣優秀的民眾 能夠透過這個活動 能夠展現他們的才能 希望用一個最輕鬆的方式讓人民 讓我們市民跟我們土地公廟 有更多的結合 換句話說 藝術 宗教 文化結合在一起 那我們很高興有那麼多的朋友參加這個活動 不論是大朋友或者小朋友 這展現我們社區的一個很重要的活力 除了寫生繪畫比賽外 主辦單位也特別在民眾等待評選的時間 讓大家進行手工藝品DIY 大朋友小朋友埋頭認真做 動手玩創意之餘也增進親子情感 透過活動 除了將宗教結合藝術與人文之外 也帶動社區火力 記者蕭世宏綜合彩虹報導